清明节的由来 清明节是从寒时节发展而来的 有这么一个传说 春秋时期 晋国公子崇尔曾经流亡国外 生活艰辛 甚至吃不上饭 有一次 崇尔饿得昏了过去 他身边的大臣戒子推 偷偷割下自己腿上的肉 烤熟了喂给崇尔吃 公子啊 您要坚持下去 我们一定能顺利回国 十九年后 崇尔回到晋国 成为了晋文公 他赏赐了许多与他同甘共苦的大臣 却把戒子推忘记了 在您流亡期间 戒子推对您忠心耿耿 您为何不封赏他 这 我竟然忘记了 真是惭愧 来人 快去把戒子推请来 可是 戒子推不想要荣华富贵 他谢绝了晋文公的邀请 带着母亲 隐居到山林里 不愿出来 晋文公派人在山上搜寻了好几次 都找不到他 主公 不如我们在山的三面点火 只留下一条出路 戒子推就会从这里面出来了 哎 也没有其他办法 就这么办吧 谁知道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戒子推也没有出来 他和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 晋文公看着戒子推的尸体 又后悔 又伤心 他大哭了一场 让士兵把两人安葬在大柳树下 我要永远记住这件事 传令下去 把放火烧山的那一天 定为寒食节 每到这天 全国上下禁止生活 只吃冷食 后来 由于寒食节这一天 与二十四节气中的亲民很接近 人们就把这两个日子合并了 在这一天 祭祀扫墓 纪念逝去的人